称义与重生 作者查理士·莱特 陈歌翻译 某弟兄朗读 第一章 罪 人类问题的根源 要正确地理解称义或重生 我们必须从罪开始 因为这是圣经的起点 人类所有的罪恶 都源于他那被扭曲的欲望 他想要篡夺神的王位 以自己为中心 以自我为标准 来分别善恶 来判断是非 根据提多书 三章三到七节 没有重生的人 天生的近况 本是无知 悖逆 受迷惑 服侍各样私欲和艳乐 他身不由己 长存恶毒 嫉妒的心 是可恨的 又是彼此相恨 然而 他非但意识不到 自己失落的光景 还自以为心底善良 基本上不错 除非神是怜悯 让他看见自己昏暗的心 要不然 他就无药可救了 岂不知 唯有罪 才是人类最终极的问题 罪 是我一切问题的根源 也是你 所有问题的源头 让我们来看一下 圣经对罪的阐述 圣经对罪 讲述甚多 若我们要正确地了解 罪的本质 就必须让圣经的启示之光 照明我们昏昧的理性 更软化我们麻木的良心 根据圣经 罪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 罪具有绝对的普世性 全人类都被圈在罪中 以赛亚书53章第6节说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罗马书3章10到12节说 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你我可能未曾相识 但彼此介绍之前 可以肯定一件事 就是我们都是罪人 无论男女老少 世人都犯了罪 甚至孩童 若任凭他们偏行几路 也可能冷酷无情地 虐待动物或彼此相残 世上也没有一个种族 或国籍是与罪绝缘的 最文明的文化 与最野蛮的土族 都可能草菅人命 现代人的毒气势 不过是代替野蛮人 挥舞大刀的文明凶器而已 世上也没有所谓的 高尚的蛮夷之邦 或快乐的落后民族 正如一位前宣教士所说的 我起初到宣教工厂 是为了阻止一位恶神 把好人送入地狱 然而一旦到了那儿 我才恍然觉悟 原来世人的罪孽如此深重 问题不是世人 有没有机会接受耶稣 问题乃是 他们有没有机会 虐待宣教士 并弃绝他所传讲的信息 因除非圣灵特别动工 他们肯定会拒绝福音的 罪的确是人类普世的通病 第二 罪无所不及 罪的问题 不单普及全球 而且也无所不及 它玷污了人性的每个层面 也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人的理性被罪蒙蔽了 正如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所说 此等不信之人 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人的意志也被罪腐蚀并瘫痪了 正如《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说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 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约翰福音五章四十节说 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又说 如果不是拆我来的父吸引人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得 到我这里来得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人的情感更被罪干扰并扭曲了 有些人的心常常耿耿于怀 充满苦毒仇恨 还有些人则惶惶不可终日 昼夜不得安宁 许多人该哭的时候却莫名地笑 还有人无缘无故地痛哭流涕 情不自尽 这些现象都是那无所不及的罪 对人性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大搅乱 第三 罪不可理喻 罪是不讲道理的 多少无价的长子权 因着一碗红豆汤被出卖了 多少美满的婚姻和幸福的家庭 为了放纵一夜情而破坏了 为了毒品所带来的一时的刺激 罪结束的头脑被不断地永远地毁掉了 想想我们自己从前犯罪的历史 就足以证明罪的无理性 浪子的离家就是如此疯狂 所以他悔改之时也是他醒悟过来之刻 罪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西伯来书三章十三节说 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正如一切的谎言 受害者对自己所处的骗局总不知不觉 正当他自以为富足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时 其实他却是困苦 可怜 贫穷 瞎眼 吃深的 正如罗马书一章二十二节所说 他自称为聪明 反成了愚拙 犯罪最可怕的后果之一 就是他有能力叫人的心麻木刚硬 一个人陷入罪中越深 就越不以为然 正如圣经说的 他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灌了一般 每个犯罪的人都会发现 他竟然正在犯他从前所鄙视的罪 而且他如今所鄙视的罪 将来有一天他也会犯 当你想起希特勒 曾经是个乖宝宝 跟其他小男孩一起玩耍时 你会难以置信 人可以知道犯罪的起点 但没有人知道犯罪的终点 第六 罪叫人受到挟制 犯罪的人必被罪挟管 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节说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无人能救自己脱离罪的捆绑 罪作王 管制罪人 像暴君一样 骑在罪人身上 直到最终 把他带下毁灭与死亡的深渊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那你景象上正拴着一条 比任何物质的铁链 更可怕的铁链 尽管你可能戒除一样罪 但另一样罪会立刻取代它 往往是因你自以为 可以改变自己的自义 或骄傲的罪 是的 罪令人不能自拔 第七 罪令人悲见 罪可以把最高尚的绅士 与骄贵的淑女 拉下可耻又下流的深渊 那曾经坐在办公室沙发椅上 西装笔挺的少年人 如今因着犯罪 不休蝙蝠 躺卧在自己的呕吐中 那曾经天真无邪 干干净净的小姑娘 如今又因着犯罪 变得放荡 肮脏 悲贱 一文不值 那本按着神的形象受造 为要追求不朽 思念永恒的男男女女 如今因着犯罪 被贬低到像猪一样 在泥沼中打滚 就为了昏口饭吃 罪 把天使变成魔鬼 罪 把人类变成没有灵性的处类 罪 叫人 卑贱 第八 罪令人玷污 最后 罪可以玷污人 罪不是儿戏 不是可爱的事 不是好玩的事 罪是极其可恶与乖谬的 它恶极了 所有的罪都是歪曲的 丑陋的 肮脏的 我们应该为着人类的罪孽而震惊 也为着自己对罪孽的麻木而震惊 但我们可能习以为常了 麻木不仁了 创世纪四章八节 记载了人类第一个生产的婴孩 长大了 变成一个谋杀自己弟兄的凶手 从此 人类的历史成了一条永不止息的 充满战争贪婪仇恨 凶杀 强奸 变态 虐待 残暴的长河 我们实在很幸运 因为我们不知道昨天晚上 我们城市中所犯下的罪孽 若知道了 我们会被玷污到超越我们所能忍受的限度 然而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如今的世代败坏 人心不古 不是因为几个像希特勒那么坏的人 乃是因为世界充满了像我们这样的人群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都充满了深重的罪孽 有时神会借着似乎很小的事 显明这罪之大 对奥古斯丁而言 不是他后来放荡的生活方式 乃是他年幼时放纵自己去偷窃邻舍的离子 不是为了冲击 乃是为了好玩 这件事向奥古斯丁显明了他内心的全然败坏 他犯罪 没有任何理由 不是为了赏赐 只是单纯为了罪中之乐 这样的罪性 从人类的内心深处发出 使我们无一例外都被玷污了 罪是人类一切问题的唯一根源 但这个罪的问题有两个明显的方面 一个是外面的 另一个是里面的 里面的问题是一个败坏的良心 外面的问题是一个不良的档案 我们先来看里面的问题 一个败坏的良心 主耶稣告诉我们 人本身是败坏不结的 在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到二十三节 主耶稣说 从人里面出来的 那才能误会人 因为从里面 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 苟合 偷盗 凶杀 奸淫 贪婪 邪恶 诡诈 淫荡 嫉妒 毁谤 骄傲 狂妄 这一切的恶 都是从里面出来 且能误会人 这就是每一个没有基督的人的光景 若把我们过去的思想 不要提过去的行为了 拍成电影 放映在大荧幕上 给亲友家人观看 那么每个人都会爆亏逃离 每个不信主的人 要比他想象中 更加叫那圣洁的神反感 但是人类罪的问题 要比这个更深一层 假设罪人通过一个神迹 能够变成一个新人 从此不再犯罪了 即便如此 他肯定还是要下地狱 你想 一个惯例的杀人犯 即便他真诚的洗面革心 放下屠刀 他仍然要为过去的罪行付代价 换言之 在神的律法之下 人不仅有一个败坏的良心 更有一个不良的案底 现在我们就来看外面的问题 一个不良的档案 每个罪人都在逃避公义的追讨 无论他现今内心的光景如何 在神的律法之下 他仍有外面的客观的罪咎和罪责 虽然他可能没有罪就感 但他仍在神面前有罪 且被定罪 因为他过去所犯的一切罪 大声几乎要深讨他 要求罪债还清 要求公义满足 这声讨生是基于神的本性 神的公义 神的公平 正因为神 深深刻在人心板上的正义感 与公平观 所以当一个罪大恶极的人 被判无罪释放时 我们才会义愤填膺 愤愤不平 为什么一个杀人强奸犯 只被罚一块钱是不义呢 虽然我们不能证明 他的罪应得更重的报应 但我们本能地知道如此 这是我们里面 不能抹杀的良知 这良知比任何理论的证据 更有说服力 更有权威性 因它是人性的最绝对 最基本的东西 它反映了神自己的本性 我们应该深入地探讨 神本性的公义 尤其在今天 这个社会公义 几乎荡然无存的时代 更应如此 为什么罪恶应当遭报呢 有三个基本原因 一 为了满足公义的要求 因为罪有应得 二 为了社会的公义 防止罪恶蔓延 三 为了罪人的益处 帮他改邪归正 这三个原因当中 第一个 满足公义的要求 是罪首要的 也是其他两点的基础 若对罪的刑罚本身 是不公平的相称的 那么就不能防止罪恶的蔓延 也不能帮助罪人的改变 在今天这个时代 惩罚罪恶最基本最重要的第一个原因 为了满足公义的要求 几乎完全被抹杀被否定了 只有第二个和第三个原因仍然存留 而且还主次颠倒了 改造犯人 如今成了最重要的原因 而且监狱也不再称为监狱 反倒称为改造所 甚至那些仍然相信 为了社会的安定 要惩罚罪犯的人 如今也坚持杀人犯 应当受罚 不是因为他们杀了人 乃是为了防止他们杀更多的人 这样的理论是邪恶的 错谬的 因为是基于一个谎言 就是人类不用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了 不难明白 为什么今天的世界会堕落到如此地步 因为人妄想自己做神 他受不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立法者 他不愿意向神交账 所以他想尽办法 要压抑那无法逃避的认识神的知识 他要宣告神不复存在了 一旦否定了神的存在 他就可以更容易假装 没有是非的标准 那么他就不再是恶观满盈的罪人 而是身不由己的无辜的受害者 既然如此 为了满足公义而惩罚罪 就变得不可思议了 人就可以为所欲为 而且无需交代了 然而 不论人如何压抑他的良知 他内心深处 仍有一个抹不掉的是非观念 他知道必要为他的错误负责任 他也知道犯罪必遭报应 他内心直觉地知道 那公义的秤 有一天必要摆平 如果你还不是个基督徒 正在听这些话语 那么此时此刻 你生命中公义的天平 一定失去了平衡 基于神的本性与公义 你可以确知他绝不会放过你 除非你悔改归正 他必要追讨你到底 直到你进入阴间为止 他若不将你打入地狱 那么整个宇宙的道德基础就要崩溃了 这就是圣经讲论神的愤怒的背景 神的愤怒不是他突然失去了自控 也不是他自私地发一顿脾气 而是他对罪恶神圣炙热的愤恨 是神圣洁的本性 对一切罪恶的反应与排斥 神的愤怒与神的公平是息息相关 这是他追讨罪恶 百平不义拨乱反正实行公义的决心 因此神的震怒藏在不幸的人身上 他们越坚持犯罪 就越发为自己积蓄愤怒 以致神震怒显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至终神的愤怒必要倾倒出来 因他是公义的审判官 他绝不容让罪恶永远猖狂下去 未经 hist这事 接着翻译 请仔细胬 ofcol党 省